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展台的位置有美人鱼的扮演者汉娜进行一些水架姿态的演示 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岸上 汉娜的话是一个海洋的保护者 会使用申志兰的水架的推进器去浮潜或者说深潜清理海底的一些垃圾 我们看完美人鱼之后再来看一看这次申志兰在CES上重点发布推出 并且获得了创新奖的产品 这款产品的名字叫做Sable 然后翻译过来可能叫做海洋机工 然后它的外形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一个弓箭的设计 可能这就是它Sable的名字的来源 这款产品也是一个水下推进器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左右两侧都有一个推进的这种螺眼角 然后这款产品的水下的最高的速度是可以达到1.8米1.8米每秒 然后它有三个挡位可以调节 在机身的上方还有一个液晶的显示屏 它可以显示一些目前推进的信息 包括速度水深还有一些剩余电量 控制的按钮在这边两边都有一个黄色的按钮 然后同时按下的话它就可以提供水下的推进的动力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好的设计是在于机头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和下方都提供这种螺口 以及运动配件的接口 你可以在上面挂一些GoPro的可以防水的运动相机 以及一些探照灯的附件 好 这些基本上就是关于Seibo的一个情况 好 接下来我们在水池内部演示一下它这个推进器的推力 看能激起多大的水花 好 开始 我们看到Seibo激起了非常多的水花 可想像是它在水下的推力也是比较给力的 OK 差点脱疆了 我们再看到这边的展台是一个叫做SWADE 浮板的这么一个产品 这个产品可能更多是面向初学者 包括一些小朋友游泳的小白 我们看到在SWADE下面也跟刚才的水下推进器一样是有两个楼演讲的 但是这款产品更多的是在雪上运动 它比较适合于一些游泳池的场景 包括海边沙滩一些场景 它不可以潜到水下 只能在水上提供一个浮力和推力 然后上面的面板也是采用了一个EVA的比较轻肤的一个材质 然后在机头的位置是有一个指示灯 可以指示SWADE的状态 然后同时它也是一款智能的福利板 它可以连接手机的APP 然后进行一些控制和一些姿态的调整 再往这边的话就是深之兰一些2B的产品 就是这种带线缆的水下机器人 那在这边美人鱼的演示 是吸引了很多人进行拍照 好 那么以上就是深之兰在这期CS2019展台的一些情况 更多的科技产品的上游视频 请大家关注黄亚评测微博微信后 我个人的微博 以及风光网科技为您带来的CS2019专题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